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即明白公众人物的引导和示范意义 但公司方面当初以保护丁真为由将丁真迁入国企 后来还督促丁真学习 这说明在丁真这张白纸作画的权利 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公司手里 那么对于丁真此次的翻车 又怎能紧紧维护和推脱 虽然公司之前口口声声说不希望丁真被外界捧杀或是伤害 但如今明显又在利用丁真的热度吸引外界的关注 众口难挑 外界有捧便有骂 更何况爬出的还是曾经纯真干净的丁真 竟是抽烟老手 明星抽烟仪式虽不违法 但一直以来便有争议 除了王源 郑爽也曾在街边被拍到过抽烟 一时间也曾议论纷纷 前段时间黄紫涛还应被狗仔拍到室内吸烟而出来亲自辟谣 可见不管是大众还是明星都仍然对吸烟有一定敏感性 吸烟本身也是有害行为 引导便是更不可举了 回想丁真走红 后续的一切曝光动作 很多都跟公司有关 文化旅游宣传片 丁真的世界已经连出两期 受益最多的应该也是当地旅游业以及公司 除此之外 在各地旅游官方 借由丁真频频联动以后 丁真的周边也开始走红 类似服饰 耳钉耳环等 丁真的带动力和影响力不可小觑 而目前的丁真更是开始出输了 售价高达98.5 目的虽是为宣传当地文旅 但这些动作逐渐与娱乐圈的明星们相似 并且让人惊讶的定价也明显存在圈前的行为 似乎在向饭圈文化靠拢 如此一来便真的不能再拿小孩子来作为开脱了 因为他身上凝聚着粉丝们的目光 一言一行都已被模仿和学习 哪怕丁真是小孩子 公司也确实应该背上监管和引导的责任 也希望丁真能就此次风波 想明白自己身上的义务与责任 以后开始谨言慎行 当一个合格的公众人物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蛋 再走啊老板